之后呢 它还可以改变地形 像VNT 可以直接把你射到大刀上 你可以直接血晕的 之后呢 就是这个英雄的一个大概介绍 首先呢 这个冷却速减提高了之后呢 一技能可以使用两次Q 造成两次击飞 伤害呢 自然更高 这个呢 在极限操作上面 有很多人呢 会无视你的第二 呃 很多人的话 认为你只能放一段EQ啊 很多人就会站在你的骑着附近 和你继续进行对拼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再向骑着方向 放一个Q点的话 可以造成两次击飞啊 可以直接是把他 吓得大姨妈掉满地 最后的话 就是这个英雄的一个优缺点啊 这个英雄的优点呢 是伤害高 团战比较强 EQ啊 超远距离开团啊 过程中呢 如果说有个散现的话呢 距离就更远了 但是缺点呢 就是不稳定啊 容错率比较低 EQ如果说没有打中的话 这英雄就没有伤害 就是一个废人 团战呢 EQ啊进去 就很难活着回来 对人的话 也未必跟着上 也就是说你这个位移 有点太远了啊 之后呢 来说一下这个EQ start EQ过去的时候呢 发现 他走出了你的距离 立马加散现 可以延长EQ的CD啊 第二种呢 就是当你发现 自己的EQ歪的时候 马上移动鼠标 加散现调整方向 出其不意 在对方眼里呢 你是不可能命中呢 所以说对方也是 不会有太多的防备啊 也不会进行走位 等等等等 呃 但是呢 EQ闪是没有伤害的 因为呢 不在Q的范围内啊 只有鸡飞流人的效果啊 所有的小伙伴们 在使用的过程中啊 不要以为 一个一个EQ闪收点人头啊 他打人根本就不掉血的 然后呢 常规的连招就是EQ啊 戳起来时呢 接平坎 然后R 之后再接平坎 那有了提亚马特之后呢 EQA 九头蛇A 之后再R在A 可以多打出来一个九头蛇 和一个平A的伤害 那么一个九头蛇 和一个平A的伤害呢 就可以让你把你正常 秒不掉的人啊 完成秒杀 这个的话 你们都懂的 之后呢 再开启大臂能径 减速啊 尽可能的走卡 多A几下 一般来讲呢 可以多A 两到三下 那走卡呢 是一定要会的 那么接下来的话 给大家来说一下 皇子的这个符文 以及天赋啊 首先呢 是符文的一个选择 符文的话 有两套选择 第一种的话 就是一个 比较实用的一套 精华呢 选择三个固定的攻击速度 红色呢 选择带 九个固定的攻击力 或者说八个啊 带一个暴击几率 为什么说 要带一个暴击几率啊 增加你的随缘暴击率啊 这个如果说人品好的话 再轻你啊 或者说对拼中 打出一个暴击的话 那还是十分十分不错 对不对 暴击啊 还有谁 那么蓝色道可以选择 带六个固定缩减 或者说呢 六个成长缩减 我建议大家呢 可以选择带六个固定缩减 也就是说皇子的话 前期的一个能力 还挺重要的 带成长缩减的话 前期对于你来说 帮助没有什么 那么打野来说的话 前期的一个能力 还是比较重要的 然后呢 剩下三个选择带三个固定的魔抗 一点魔抗不带的话 前期可能说 这魔抗实在有点太低 对不对 那么这套的话 是一个比较 实用的一套皇子的符文 大家可以去参考 那么第二套呢 是一个前期以打架为主的 追求伤害的一套 但是这套符文的话 在轻野过程中 可能说会比较伤啊 因为说皇子的话 英雄轻野 没有任何的回复效果嘛 所以说你攻速再慢的话 你无法说 打出装备的回复效果的话 你前期确实是有点伤 首先呢是精华选择带了 三个固定攻击力 红色的六个固定穿透 加上三个攻击力 黄色的九个固定固定值 蓝色的话六个作点 加上三个魔抗 主要呢改变在于 这个攻击力和固定穿透上面 固定穿透的话 自然是增加你的技能伤害 对吧 但是这套的话 确实在轻野过程中呢 会比较伤 如果说你不是熟练 使用皇子的伙伴 建议呢 不要这么去选择 刚才在攻速的话 会更加实用一点 最后是天赋 天赋的话 两种天赋不同的方式在哪里 首先呢第一种是点出狂怒 以及双刃剑 吸血习性 思想弱 然后这边的话点出这个野蛮 刺客 无情 威胁游戏 精密 及雷霆 等一种的法令 那么这一段的话 就是比较偏前期的反野 或者说前期的伤害 首先呢点出狂怒 搭配上了自己的异能 前期轻野速度是比较快 包括对拼的时候呢 也是攻速越快 伤害越高 对吧 双刃剑呢 也是提能伤害的普避多说 吸血习性 前期多少有的吸血效果 那么事件能弱 造成击飞的时候呢 有额外的伤害 普避多说 包括W技能呢 也是有一个 解除效果嘛 对不对 可以造成这个 接来的伤害 可以造成板子2.5的额外伤害 那么这的话 野蛮可以增加你的轻野速度 双券呢 注意看你 不是啊 刺客啊 注意看刺客的一个天赋介绍 在附近没有有防英雄时 造成伤害提能板子2 那么意味着 除非你们两个是EV1 你去支援的时候啊 说白了 你找不到野区作战的话 这个刺客都是没有用的 所以说呢 比较适合反野区使用 然后呢 无情 威胁游戏 这个精密的话 就是一个中前期 比较强的一个技能啊 所以说呢 点出精密的话 前期不打架的话 确实有点浪费 之后是雷霆灵珠法令 皇子EQA 直接打出雷霆 这个不必多说 那么这是第一套 比较偏前期打架的一套 之后的话 第二套是点出巫术 提示弱点 吸血习性 吸血点出野蛮 然后点出浮能清河 证明的话点出这个 智谋啊 说起来的原因 这套的话我们呢 建议大家是在这个 攻速的那套 然后巫术的话 可以增加你的这么一个 技能伤害 对吧 皇子的话 基本上EQR就差不多了 确实啊 皇子的伤害 基本上就来自于EQR 那么 双人剑以及这个 提示弱点的这么一个选择啊 双人剑的话 虽然说增加伤害 但是呢 你受到的伤害也增加1.5 那么你在团战中 如果说EQR上去之后 一人A你一下的话 确实这个伤害有点康复度 那么吸血习性的话 对于皇子来说 确实要比先天之志 要稍微好一点 多少前期的话 增加一定的回复能力 对不对 多少他吸点血 皇子的话 比较缺对的回复能力 四厢人剑不用说啊 这个嗓尖猎人的话 中前期增加伤害的话 基本上是零啊 最主要的话 还是四厢零剑 前期增加伤害就比较高 那么野蛮的话 增加轻野速度 不如都说啊 浮能清河 这个的话 增加buff的一个持续时间 一个皇子的杠克能力呢 基本上就是取决于 你的EQR能不能命中 之后的话 就是一个你的红buff 是否还在 能不能持续到一个结束效果 那么浮能清河的话 可以增加它的一个buff持续时间 那么 也是变现增加了一下 我们的杠克成功率 那么这个刺客的话 刚才说了 这个在你杠克的时候呢 没有任何的轮用 然后无情 威胁游戏 这边的话就点出了智谋 也就是说呢 我们前期如果说是 不以主要打架为主的话 那我们点出智谋的话 我觉得会 会更好一点 包括你的清解速度啊 技能自然是CD越短 那我们清解速度 自然是越快 对吧 雷霆的话就不必多说 这个是必须要点的 增温师技能啊 最后的话是带的是 闪现将的惩记啊 这个其他的呢 都不是很适合的 如果说你们闪现的话 不可能打出EQR 那你没有惩记的话 前期打野的话 你又得太伤了啊 这天赋再说一下 为什么都点出雷霆啊 没有选择点出什么 那个不灭啊 时光或者说是 玩时的誓约 就是说呢 中前期啊 最强的召唤师技能啊 加伤害加的最多的呢 就是这个雷霆 那么前期的打野呢 如果说你不能带好节奏啊 去对线上的敌人 造成更高的伤害的话 你去点出这个 时光之力等等等等 这些都是偏发育的 他增加不了你的伤害的 雷霆 哪怕说你只能帮我提供 5-6-10的伤害 那么前期的一个帮助 都是很大的 前期才有多少血啊 对不对 时速呢 我们点出这套的话 也是变相增加一下 我们前期的伤害 你前期伤害越高 那么你的杠杆成功率就越高 那我们前期过去 EQ加平坎 直接打到对方大本管去 和你正常EQ平坎 之后不掉血 那肯定不是一个概念的 对吧 装备啊 装备的话 大家在游戏中 再给大家去详细说吧 主要说还是个打野刀 打野刀的话 首先是有三种颜色嘛 这个也是根据情况去选择啊 这三种颜色的打野刀呢 我们根据面对不同的阵容啊 包括不同的节奏 去选择不同的打野刀 首先呢 三种颜色 颜色的一个属性 大家都知道啊 蓝色的话是减速 然后呢 额外伤害 而且呢 可以增加自己的进攻速度 这个绿色的话是 可以擦眼睛 红色的话是降低 你惩戒的那个人呢 对你当中的伤害会减少一些 那么这三个打野刀呢 在面对不同的情况呢 有不同的作用 首先呢 蓝色的打野刀是偏杠格 绿色的话是偏防守 或者说是你已经是殴打对面了 就是不需要这个蓝色打野刀 或者说红色打野刀 提供了伤害 或者说是减速夹处效果的 那么你带这个绿色打野刀 确实不错啊 他给你提供的示意啊 可以帮助线上的朋友呢 避免对方打野过来干 或者说你擦了对方野区 那么对方的话 一个刷野的动向啊 对方的一个动向 你都可以吃更老的 给他 可以就是更老的捕获 对方的这么一个动态 那红色打野刀的话 主要是作为一个 前期作战的一个打野刀 那么复魔的话 一般来说都是覆魔战士 当然呢 有些时候可能说 也会覆魔这个荣扎的巨人 但我建议大家 还是覆魔这个战士 前期的话 这个节奏还是很重要的 那么至于后续的猪猪呢 就在游戏中 去给大家再来想继续 好的 先来说一下这个青野啊 首先呢 我们青野的过程中呢 不要说自己傻乎乎的去扛怪 我们可以让这个打野啊 先帮我们扛脸下伤害 这样的话 他走到线上的呢 这个生命值也回复的差不多了 那么很多朋友都说啊 我青野太伤了啊 怎么办啊 这是其中一种方法 另一种方法呢 就是像我这样 打字去沟通啊 你看他们沟通 说不行啊 宝贝们 我这打野的话有点伤啊 你们可否帮寡人一下啊 一般呢都会帮忙的 对不对 我们啊 长嘴嘛啊 我们还是要尽可能的去沟通的 人比动物强烈他啊 我觉得主要一个是沟通啊 另一个的话就是 这个脑的脑洞 脑洞比较发达 那么这种话 在青野过程中呢 我们还是尽快的 先把小怪给他清掉啊 但是这边的话 选的比较少了 我们就进行的先往红边拉一下啊 这样的话 清完这三个野怪 三三组野怪之后呢 就是三级 然后呢 回家的话 可以出一个小的装美啊 可以出一个 长剑 那么出来之后的话 继续选择去打这个红buff 那么打红霸入过程中呢 我们可以优先选择把小怪打掉啊 也可以选择不打掉啊 这个无所谓的 又说呢 这个血量是差不多啊 我们的话怎么四手怎么打可以的 之后呢 我们清完野怪之后啊 一般说就会到达四级左右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来上路看一下 那么像鳄鱼和绿文那种英雄啊 他们两个基本上一直在打架 所以上来的话是比较好抓 我们的第一时间没有交出任何的位移等等 认为说我们已经绕到了后面啊 所以我们先用平坎去进行结束 等对方交出闪现之后 我们再用EQ进行击飞 那么这一波抓的话 就等于是抓出对方一个闪现 而且呢 还抓死了他这个人 特别特别赚 那么这边的话 因为说我们家是一个劣势啊 现在的话是一个 我们家是七级打九级啊 所以说的话这样来抓上路也是很好抓的 我们可以根据这个对线的一个情况去选择去抓 那么这边的话是直接一波绕后啊 甭管说是你玩什么英雄吧 能绕后呢 我们尽可能在尽可能就绕后啊 这样的话对方呢 就丧失了一定的战斗的能力啊 这的话是一个扛塔的一个教程 扛塔的话 我们这边啊 如果说要随时扛塔的话 随时是很死定了 所以说呢 这边的话 我们是直接分担了三下防御塔的伤害 这个扛塔的话 我们也不要太过于着急啊 第一个呢 就是如果说你扛塔的话 就不要上去打输出了 让队友去打 如果说队友队友的扛塔的话 那我们就尽可能把这所有技能都交出去啊 赶紧那个把这人头拿到再说 那我这边的话是打成月塔 那么看一下这个乌鸦的一个动态 那么这边的话是直接先平砍 W0减速 然后这边的话打成一个EQ 但是EQ的过程中呢 发现对方伞线 然后我EQ之后接了一个伞线 没有命中啊 为什么 因为说呢 他这个EQ伞啊 它是有这个距离的 所以你这个距离要拉到最长的点 你这样再看一下 我是在那个Q技能还没有出到旗子上面之前 去伞线的 所以说呢 这下撞了之后才能进行击飞啊 这个的话 大家要多加练习吧 这个皇子的EQ伞和其他英雄 加伞线那种连接不太一样啊 大家多多去练习 然后剩下的话 这就没什么好说的 就说对方的话 就是一直在送啊 这边的话 这各种送各种送 我这的话就留技能啊 不要着急 必死的人呢 我们就我们就不要浪费技能了 然后这边的话 就是又是空到了对方这么一个莫甘娜 然后他家还有一个VN啊 一个Q女能 再次拿一个助攻 直接拿到一个ACE 那么我们在给我们家中路 打打这个蓝妈妈的时候啊 我们不要说是一直打 打到残血之后才可以啊 其实呢 我们这个感觉他血量差不多的时候 我们就不要去A了 你就说呢 这个中单型英雄都挺慌的 他怕你把他野怪给抢掉啊 毕竟不是职业选手 对不对 职业选手也有这个buff被 被打野拿掉的一个情况 正是直接一口戳起 然后一个大招啊 前面也是说到了 这个大招呢 在对方同时闪现啊 但我是不会造成伤害的 那么我们在玩的过程中 不要用大招去收割了 那么这一步的话是对方呢 在我们家真眼的附近呢 又插了一个假眼 那大概意思就是已经 心里边呢 会觉得这块已经是有视野了 所以说呢 他不会时刻的盯来这里 然后我这段话是直接用大招开先手啊 避免对方直接闪现 然后在他起身的一瞬间 一口完整击杀 也说对方插眼了之后啊 会比较放松 这里的话是VN啊 一颗过来想要抓他 这个时候呢 一颗过来之后啊 你就是想抓 不想抓啊 你是必须要打的 然后我们家的人呢 离得比较远 所以说这波的话 自己死的呢 也是活该啊 这样的话落单的话 这肯定不行的 然后他一颗不中的话 根本没有伤害的 另外呢 再来等一下我们家队友 先是大招开先手啊 这个版本的话 大招开先手会好一点 大招想打收割的话 比较难 这里的话一直留着一颗 然后再用一颗 戳飞对方的摩根纳 完成击杀 不要召集放啊 这里的话EQ呢 又是没有命中 然后配合到我们家 小法师 尽可能就打输出 这个呢 就是要告诉大家 如果说你EQ 不命中人的话 你还想在这波团 想打赢的话 真的是很难 皇子的EQ 则是太重要了 而且他的技能是指向型的 如果说你觉得不合适的话 可以不玩这个英雄 然后这边的话 是一个惩戒释放 实际不太好啊 这个野怪的一个 血量没算好 结果这边的话 反野的是没有拿到这个野怪 还被那个男枪先打了一套 然后这里的话 看到我们家的队友 发出了信号 是女刀来的 那么我在已经吃亏的情况下呢 看到我们家有队友 那我可以选择反打 也说男枪的话 看到我这么点血 他肯定会选择干我的 那我这里的话EQ啊 控制的同时呢 选择跑路啊 竟敢的跑得远一点 那么这边的话 等一下我们家女刀啊 我女刀的话 这边的话可以直接过墙 他就可以杀了一个男枪了 那VN在追我 那我这边的话 是直接闪现过墙 我也可以直接逃生 那么在青年的过程中呢 我们一定要注意看地图啊 你不看地图的话 其实很多资源 你都跟不上的 那这边的话 就是通过看地图 看到夏鲁已经打了起来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尽快往那 往那里面去赶啊 尽快往那里面去赶 我们呢还能帮上点忙 如果说我不忙玩的话 这一波 我觉得随时是死定了 这里的话也是通过地图 这里的话就看到一个螳螂 刚才的话是刚打完小龙 然后发现一个螳螂呢 他是在往我们 我们家的野区来赶 那么他来我们家野区 能做什么呢 用排除法 他不可能 过来只是擦眼吧 对吧 那么擦眼 或者说是打蓝buff 或者说是反野 那么这几点 无论他做哪样 我们在这里面蹲一下 呼叫一下我们的队友 结果啊 直接是守株带兔 蹲到了这个螳螂 直接完成击杀 这里的话 要是通过看地图 看到我们家的莫格纳 是被对螳螂给抓了 我是直接搭车过去 平坎接kill 完成击杀 都看地图嘛 总是有好处的 一定要养成看地图 那么一个习惯 那这样的话 是一个塔下的一个防守 塔下防守呢 我们就可能往后边一点 其实你出去 和他们打没那么意义 但是呢 这边莫格纳 是直接控到了对方拉格斯 那我就直接过去 一头技能完成秒杀 EQA 九头蛇 平坎 基本上可以把它给杀掉了 而且过程中 要注意开启搭门 那我们遇到这种落单的呢 绝对也不要灌毛病 该杀我们就杀 我们的伤害是很高的 然后面对这种 指向性技能的英雄 我们这个走位啊 是很重要 尽可能利用自己的走位 去躲他的技能 然后最后呢 再用一发Q能完成击杀 连招技巧呢 在前面都给大家去讲过了 其实皇子的英雄杀害挺高的 但是啊 你打中人才行 那么你要是抓落单的过程中呢 不确定对方到底有几个人 你就杀的话 可能说就会出现 下面的这种情况啊 一出去之后 四个 四个老爷们啊 还没有办法 人太多啊 我们还是要这个 上之前要想清楚的 那么皇子的话 这么一个持续阻的能力 是十分十分强的 特别是有了大野魔刀之后的这么一个吸血啊 真的是十分十分的不错啊 这个怎么做啊 这件装备的话 是强烈推进大家可以去出 那么这边的话 就可以是用第二段Q去搞点事情 这边的话 他们和我持续输出 然后这边的话 还有个旗 利用旗子造成击飞 然后平砍一技能 完成了一波 特别特别极限的击杀 炎炎夏日 没有一身给力的行头 如何把妹泡妞 今天播歌给大家推荐一些 让妹子看了受不了的型男装 全场包优 爱谁谁 这款叉叉奥套装 啊不 那那个叉叉 你们懂的啊 个不个性啊 四处漏风 两不两快 黑白两款颜色 任君选择 但有些小伙伴们 比较格陆啊 喜欢 觉得这个黑色的太夜了啊 白色的太阳太 猫问台啊 看一下这个蓝色的小T恤 穿起来干净利润 秒变朝南的节奏 有没有 英雄联盟的T恤 也必须有 支持定做 搬服 对服 求服 请女装 你就说你想要什么图案吧 黄的 很黄的 巨主 金木炎 低法 宇之波 新之助 方方面面 必须都到位 之后呢 我跟你们说啊 裤子穿呢 必须要舒适 绝不能耽误了 小弟弟的发育啊 看这个31号小裤头啊 不止穿着好看 贼得劲 贼弊 这个黑色九分裤 再搭配一个白色的小衣服 哎我去 约炮指数 成功啊 成功指数 直接翻十倍 这么酷炫的衣服 只需在淘宝店铺 搜索EMP男装 或输入网址 LLEMP.淘宝.com 即可进入我的淘宝店进行购买 右上角的收藏按钮啊 大家可以点上那么一点 注意 穿EMP男装 要保持理智 不要忠欲过度 嘿嘿嘿 好的 就到了今天的游戏画面 我是眼皮 透支打野的话 也是给大家更新了很多期 那么喜欢的朋友 不要忘记了多多评论 就是这么个情况 皇子这个视频的话 也是拖了蛮长时间 这个 也许我要做响解 你们看起来这个视频 可能说 作为观众的角度上面来讲 不知道做一个视频 有多少多么难 你看这个过程中 我插了一些小的片段 那些讲解的片段 都是一点一点剪出来 一点一点拼上去 之后再一点一点配解说的 过程是十分十分麻烦的 真的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简单啊 其实以前我做的视频还挺简单的 没有那么多的细节上的一个问题啊 但是成立工作室的 自然而然要把这个视频 做的更加细致一些 对不对 提升自己的视频质量 什么是质量呢 高品质 而且呢 数量要多 这是我觉得啊 然后这局的话是一组黄金白金的排队赛 然后本来呢 我们来分析阵容啊 首先呢 这局的阵容比较好抓的是哪里啊 是下路和上路吧 是能抓的 有时候下路的话 这布隆家那个赏金啊 两个英雄呢 伤害挺高的 而且还有空 上路的话 这武器打那个 石头人啊 相当来说也有点空 也有点空啊 总比中路想啊 中路的维格托和这个沙皇 根本就不用去抓啊 基本上没什么乱用呢 除非我到达六级之后啊 比如说这两个英雄的话 手都太长了 想去抓他们两个的话 他们两个基本上就是一个 以一个发育去打的 然后呢 就是这个下路了 这下路的话 其实确实没必要去了 也就是说我们家的AT掉了啊 本来的话 抓下路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但是这边的话 AT掉线 那我们这的话是直接选择 这个抓中路和上路就可以了 但是中路还不太好抓 那么对面的打野呢 是一个螳螂 螳螂呢 也许做的能力不必多说啊 前提虎的一逼 我去反野的话 随着在捉死啊 所以说呢 我们在不反野的同时呢 还要避免被对方反野 然后我们这的话 是直接选择这个 蓝开 蓝开之后的话 直接来这个F4 EQ啊 直接是齐飞三个 那这里的话 边打边退啊 边打边退啊 尽可能靠左边一点啊 其实如果说还是怕被反野 的话 可以往这个下面 稍微插一个眼睛啊 插一个视野也是OK的 这个的话就根据情况而定嘛 因为这个东西真的是 也是根据对手的习惯而定 怕被反野的话 就往外面插一个眼啊 看到对方来反野的话 我们就选择往后撤就可以了 翻新号啊 让对手过来支援就OK 然后呢 这边的话 没有着急去打这个红buff 我所剩的血量呢 已经是很少了 如果说去打这个红buff呢 很有可能被这个 螳螂直接给我干死的 所以说我这边的话 是直接选择来打这个 呃 青蛙 打完青蛙之后 到达三级 三级之后再考虑啊 下一步如何去做啊 反正回家是肯定的 已经没有血了 那这边的话 发现我的血量呢 不惩戒的话 感觉这边好像打不过啊 这边的话 是直接选择惩戒 然后选择回家 这边的话 是403块钱 出门状的话 是必须要选择这个 能回复的这么一个打野刀啊 你不出这个的话 你青蛙搞不好 会死在野区啊 蝶狼的话 不是这个黄子青蛙 十分十分的伤啊 如果说不出这个 可以回复的这个打野砖 真的是有点太危险啊 那么这里的话 是继续往这个 红buff方向去赶 也就是我们家前妻啊 可以抓的路比较少啊 这个武器没有爆发 下路的话 唯一是一个 比较好抓的点 但是下路的话又 掉线了啊 中共的话抓不着 那野区的话 去反野 他不伐我 我就你阿弥陀佛了 我就反他存在捉死啊 资料的话 是给这家野区 是做下视野 避免那个螳螂在野区啊 蹲着我什么的 基本上可以确定 野区现在是安全的了 那我这边的话 进程的把那个野块 进程的快地把它打完 然后呢 出现一个比较尴尬的问题 这个惩戒呢 我还是要用啊 不用这个惩戒的话 这个血量就回不上来 可惜了 这个buff打了那么多血 还不如打小的呢 那这点的话是 本来打算去追一下 抓一下上路的感觉 这边上路应该是抓不到啊 也就是说这个兵线 包括他们的血量 没那么太好的机会 对面来抓我们 开先手还差不多啊 我们家这个武器 感觉玩得不是很好 其实这两个英雄的话 打发育也可以了 这边下路是包挖猪的人头 这里来抓一个中路 中路的话 血量是比较少 我一个戳起来 基本上就死了 这的话直接绕后 然后这个沙皇 是直接冲了上去啊 然后我们家维克托 是选择往后撤 这边的话 沙皇还没有交散线 那我这边的话 找一个机会 一个EQ还好的 沙皇是直接交出散线 那这里面的话 想要继续追啊 看了一下 他的移动速度 他的移动速度是320左右 我是340 肯定能追得上 即便他追不上的话 等一下呢 我还有一个EQ啊 他没有蓝没有散 他是肯定是要死的 EQ抽起来 平砍打出雷霆 完成击杀 根据这个左下角 或者说右下角的 那么一个兵线啊 根据看小地图吧 也就是说呢 这个血量一般来说 也是在这个小地图附近 对吧 我们看一下这个小地图 队友的一个血量啊 兵线啊 等等等等情况 我们决定去抓哪里 这里的话 帮我们家的这么一个队友 是控制了一下兵线 这边兵线控完之后呢 等一下这个 我们家的维格德出来啊 就可以在塔下去补兵了 那么对方撒谎呢 就想要补兵 是必须要过这个中路的河道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 我等一下就抓他就比较好抓 而且呢 也是限制了一下 对方的这么一个行动 也就是说 他们有散线吧 对不对 他们有散线的话 那么他接下来的动作呢 就会比较小心 而且呢 我马上就要到达六级了 如果说的不小心啊 走的比较靠前 我可以直接 BQ大 或者说是R 直接就上了A就可以了 超级烦 不信的话 想要补充装备啊 第一个呢 我提 我其实建议大家 可以先出这个打野刀啊 他所提供的这么一个 惩戒效果啊 包括他的一个回复效果 等等等等 都蛮不错的 如果说第一件装备 出这个提亚马特之类的话 这个也行啊 除非你发育的特别顺啊 不然的话 你还是正常出这个打野刀就可以了 等等的话 上路我们家的武器啊 本来上路啊 是一个发育就行的一条路啊 结果这边是打了起来 那么前面的一个计划呢 就全部都打乱 我真的话是要以这个 上路为主啊 中路为辅 下路的话 干脆就不去了 也就是说 我们家的这么一个队友呢 前期是掉线 掉线的话 那我去抓 九成是打不过的 打不过的话 我们再去帮盗马的话 就比较头疼了 所以说我这边的话 打算去帮那个中路和上路 中路的话 因为说是被我抓出了闪现啊 所以说我抓的会比较好抓 他只要说是 把他的唯一的位移放了 那我抓的还是很好抓的 那我这边的话 过去之后直接放大就可以了 争取绕后啊 我身上是有扫描效果 所以说呢 附近是肯定没有眼睛的啊 注意这么一个细节 附近是肯定 肯定没有眼睛 然后标记一下 这边的话是直接走过来 一个大招直接框路 他这边的话往外出了一下 我这边的话直接EQ出来 OK他大招直接推空 然后再一个平坎 完成去杀 这只没有闪现啊 没有闪现是十分十分不方便的 特别容易被抓 那这边的话 这看到上路是发生了战块 但是上路这边的话 螳螂的状态还不错 我如果说贸然行动的话 还是比较危险的 我可以到我们家的这么一个 这个死的人去看一下 然后帮这个上路手下塔就可以了 如果说我这边冲过去的话 还是挺危险的 因为螳螂和这个死的人 两个人配合的话 我会很头疼 而且呢 我们家的武器大师 已经到达6级 那么意味着对方的 这个这个死的人呢 也是6级的 对吧 毕竟死的人属于是压着 我们家的这么一个武器大师在打 其实武器大师打的一个死的人 并不好打 要说死的人的话 这个英雄减速啊 包括减攻速 都挺克制这个武器的 包括克蛮王啊 这武器的 其实这个死的人 克那些常规的近战型英雄啊 挺烦的 这是我们家的这个 这个武器还挺想打的 奔放一些的 那我接来的话 就把这个重心呢 转移到上路 先把这个野区的东西刷一下 这么那个蓝buff 给他发两个信号 他好像 好像就不要啊 不要就拉倒啊 这局我发育还是比较不错的 可以以我自身的节奏来讲 自身的节奏去打 当然了这个视频不要忘记换啊 就除了这个出门的时候 带这个坚持图腾啊 之后的话就可以选择带这个 扫描了 这边下路的话 是发生了一波战块 直接是损失一人 那我现在赶过去的话 也是没那么太大的作用 把这个蓝buff 清理一下 但是清理个蓝buff的过程中呢 对面也有可能说是过来反我啊 所以说我这种话 尽可能把野区 拉到这个草虫里面去打 技能呢 我没有敢 没有敢去交 EQ我根本就不敢交的 我怕对方 狭狼进来之后 我没有任何的位移 然后让我们再中单过来 什么情况啊 这是 OK 赶了过来 我这一个技能都不敢交 如果说我交出这个E或者Q 其中一个 对方打野过来反我的话 我没有散现的情况下 肯定造死的 这野区作战 它是有这个孤立无援的 一个Q技能 我基本上就死了 Q加平坎肯定死 所以说你也要根据对方的这么一个英雄 去选择这个技能一个释放 比如说刚才的话 我是把他打的残血之后 用EQ直接出来的 清掉野怪 而且EQ直接脱离了这么一个野区 那么对方如果说过来反野的话 清野撞不到我 对吧 这都是一小的细节 如果说我刚才继续逗留在这个野区的话 如果说遭遇到了这个螳螂 很有可能他在空中 直接一个EQ就把我秒掉了 所以说我们在玩的时候 还是要处处要稍微小心一点 这的话能拿下个红buff 在这红buff的话 还是很有可能被对方给反掉的 看一下吧 在的话我们就打 不在的话就无所谓了 我先到了6级了 6级之后的话 和这螳螂就有一战之力了 螳螂的话 一般来说都会选择出这个输出砖 所以说呢 我们这边的话EQ平坎皆大 螳螂也是吃不消的 所以说的Q平坎很疼 但是它螳螂秒人还是比较难的 不像黄子和盲生一类的 像盲生啊 前期打戒战可能说打不过 这个打一个螳螂也打不过 但到拿6级之后就不好说了 RQQ真的是很疼的 要命啊 再来看一下这个上路 上路的话这边往那边赶一下 这边是直接打了起来啊 因为说谓我们家这种武器大师啊 我一直在留意这个上路 但是呢 对方也是留意到了上路一个武器 觉得它是一个突破口 那我这的话直接赶过来 一个EQ击飞 OK完了击杀 我要是闪现过来的话 我们家的这种武器应该就不用死了 我这边的话也是比较打得稍微谨慎的一点 这边的话继续选帮他控下这个兵线 如果说这边兵线我不帮他守的话 这边兵线就会直接推到塔下 那我们这边的话就 武器呢吃不到 就全都喂塔了 然后武器这边是给我发了一个信号 应该是对方没有没有这个大刀的意思 那这边的话是利用E技能放出了两个Q 如果说不能放出两段Q的话 那这边是肯定杀不掉的 对吧 这边的话前面波哥教你们东西 你要记得去使用啊 其实在这种详解视频里面呢 我比较经典或者说比较精彩的东西都在前面啊 前面的东西大家主要去看一下 一些小的技巧 一些思路什么的都在前面 有很多朋友都直接看这个正片 但是你要是我视频中有的问题 你到我QQ来问我的话 我是肯定不会告诉你的 我就 我不太喜欢就是 就是我已经教过的东西 再来问我的话 我确实不太喜欢回答 然后你看我的视频 就是很用心做的一个视频 然后呢 你结果是跳来跳去的 那我肯定是不太高兴的 这是实话啊 我不是什么圣人啊 我也没有那么虚假 我什么金钱 我就直接先告诉你们 这的话是清理一下这个野区的资源 然后我看到上路又打了起来 往上路支援一下 就上路的话就 哎呀好吧 这就是根据我们家的 人的性格吧 就选择去支援哪边 这的话是直接赶过来 他好的 这边的话是直接大招错开 我这的话没有召集交技能啊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闪现 那这的话是直接一个EQ 玩着击杀 看到对方没有闪 那么这波是直接帮到我们家的 这么一个武器大师 进行了一本反盾属于啊 这本武器的Q技能放的还是蛮不错的 直接躲掉了对方的这么一个大招 然后这里的话帮我们家武器把那个上路兵给推掉 然后刚才就看到了螳螂在附近 所以说我这边的话没有打得很着急啊 是直接帮他把这波变 就是保护他啊 收完了这波线 我这边发现螳螂啊 在清上路 那我在这里面蹲一下 很有机会蹲得到 也就是说他接下来的话 无非就是去野区打这个青蛙或者什么嘛 然后结果他也是很机智啊 擦了一个眼睛 也是一个老螳螂 其实正常来讲啊 大家就是按照自己的 自己的这么一个思路去感觉吧 基本上来讲的话 他应该直接就是走过来 要么是打蟹 要么呢就是打这个十堆人 不对不对 那三郎或者说是青蛙 对吧 就这么些东西啊 然后这的话没有发现他去打 也是擦了一个眼睛 还是很机智的 那我这的话记得也需去寻找一下他 没有发现 直接惩记这个狼头领 狼头领的话 只要不是我们的队友啊 进野区就会有一个提示的 那么就等于我们在他们家野区呢 做了一个特别大的一个事业啊 还是蛮不错的 那么这边的话 在他抓下上路啊 要是上路的话 这个十堆人士没有打蟹 也没有闪现 那我这的话是直接EQ过来 越强 直接标记一下 这不他肯定是要死的 必须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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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继续屏砍 这个一个打蟹 控住 OK 他闪现了 对 有闪现 好吧 那这里往后面撤一下 但是这个 这个十堆人的话 却是反方向回来 擦了一个眼睛 这个的话 就是虫子在捉死了 本来这波是杀不掉的 我记得他是没有闪现 刚才 又说刚才抓上那波 他没有闪 可能说 这个闪现的CD刚好吧 这波的话 还得被我们给抓到 然后刚才的话 比较逗的就是 我已经选择后撤了 然后呢 他就是很膨胀的一个人 他觉得我已经走远了 或者说呢 他觉得我打不死他 也选择过来擦眼 那我直接一个EQ 配合上武器大师 完成击杀 这就是一个人的心理 刚才这波绕后的话 也是挺让他 也是一个出其不意 皇子这种绕后 EQ过去直接开大了 确实挺烦 特别是没有散现 没有位移的英雄 那绝对就是死了 真的 这皇子绕后的话 跟盲僧差不多 盲僧的话可以摸眼过来 一脚大刀 QQ 直接把你给击飞 那么皇子的话 可以EQ过去直接开大 很烦 真的很烦 那这边看一下这个下路 下路发生战块 往那边支援一下 通过地图 我们进程的捕获 更多的动向 这里的话 直接EQ应该是抽飞两个 OK平坎 完成击杀 那这里的话有一个女警 我的血量已经是很残了 所以说我是选择了后撤 那这一波的话 拿掉一个人头啊 如果是有大招就更好了 有大招的话 可以拿到更多的资源 好的 那么差不多可以选择 考虑回家了 但是这边的还在打呀 还在打的话 那我这里的话 往那边看一下吧 那感觉够像 哎漂亮 维格托士 直接拿那边双杀 这里还有一个机器人 我EQ伞是可以控到的 但是感觉没什么用 我留不住他 我没有大招嘛 虽然说有个红buff 但是 你要知道他们家的人 他们家中单还没 中单已经死了 好吧 其实我EQ伞的话 留他应该也差不多 刚才看这个大招CD 也差不多了 这帮母舰野区的 帮母舰这个中单 拿了一下资源 布隆一个空大 好的 那我这边的话 可以选择继续青野 有机会杠客 我们就杠客 没有机会的时候 我们就尽可能多看地图 青野的过程呢 眼睛都往那个左下角 或者是右下角 看一看那小地图 哪里面是有机会 比如说现在 上路就比较有机会 对吧 但是我现在过去的话 也没有拦什么的 那我这边选择青完野之后 再考虑去上路支援一下 下路的话我们家人不在 中路的话 也没什么用啊 去抓 其实说呢 对方的黄金脆皮机呢 根本就没有在中路 通过地图啊 我们可以 获得很多的情报 这边的话 因为说已经到达了9级嘛 把这个饰品升级一下 然后去拿这个红buff 看一下我们家的武器 是选择回家 那这边的话 不用召集去支援了 先把那个 野区的支援收一下 收完红之后再去抓 我感觉这个石头人 真是不损我们家的武器的 我的天 直接是打了起来 那我这边的话 在想还要不要打这个红buff的 我们家的武器 是刚才选择往后面撤了一下 不然的话 刚才我就要直接跑上去了 我真的是担心的死啊 这武器打 打得很奔放 但是呢 他又打不过石头人 所以说呢 石头人就根本就不怕他 所以说武器 只要贴脸的话 石头人就会和他干 的话就是 一波应该可以晕得住 然后EQ 没有出飞起来 没有关系 一个大招 完成击杀 击杀 击杀放这个大呀 不是说要抢人头 我是真的担心 他把我们家这个武器给打死了 或者说草丛龙 飞出来一个螳螂的话 还是很烦的 先杀一个是一个 对吧 现在看一下中路 中路这波的话 我感觉也是有机会啊 撒谎的话 把他的突进技能已经放了 这里的话 断他压后路 直接一个EQ 然后平砍 OK 直接大招把我推了 推了回去啊 这波的话他 他这个大招 属于是浪费的 他肯定杀不掉我的 这点他好像没太注意 这的话一个E技能 拿一个助攻 就可以了 这个人头 我没有选择去拿 那这波抓的也行啊 抓出了一个大招出来啊 那我们家的维克托 等一下对线呢 将来的会比较简单一点 这的话呢 把那个龙给他收一下 这都是资源啊 有人到了这个版本之后 就不喜欢拿龙了 其实这个版本龙还挺强的 加一龙速度 你可以让你的游走 更加的牛逼 对吧 加伤害 那还说啥呢 那更屌了 加回复 反正每一条龙都有用 这是实话 每一条龙都有用 能拿呢 我们就拿 这都是一些小的优势啊 不拿 白不拿 然后继续选择刷野 刷野之后的话 下车中备打算出一个黑切 感觉不出黑切的话 有点难打 会太脆 这边的话中路发生战块 通过地图啊 翻到这边是发生战块 往那里赶一下 女警是残血 那我这边的话是直接散现Q女郎 然后这里的话 一个螳螂 惩戒大招 加平坦 完成击杀 一波刀部给我双杀 就是看地图啊 朋友们 看地图真的是很重要的一点 这一步的话 就是散现Q女郎 已经说了呢 自己的蓝是有限的 我如果说是散现EQ的话 那这一步的话 失去了所有的E 或者说EQ大的话 蓝也未必够 对吧 所以说把那个蓝的话 均衡分配一下 那就是散现Q加大招 这样去打了一下伤害 这个中路兵线收一下 就是这个兵线啊 喂塔的话 塔是不加金箭 也不升级的 所以这个东西能拿就拿一下 但是呢 我们没有必要被对方打掉 太多的血啊 也就是我们的话 不是现场型英雄啊 我们不是说是 吃完那边冰就 该干嘛干嘛去了 我们还要游走什么的呢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需要做的事情 要比他们要多一些 我们要保证一个更好的状态 刚才的音频是停了一下 不知道什么鬼啊 然后这的话选择回家啊 直接是做出了黑切 做了黑切之后呢 限制装备选择的装备就 比较重要吧 如果说呢 我限制装备出了一个提亚马特 我就会变得比较脆 然后我们家呢 一共13个人头 10个人头是在我手里 还有一个助攻 那么意味着 我们其他各路发现都不怎么样 然后呢 武器大师走上单呢 他就不会出肉的 对吧 武器大师肯定是要先出三项啊 出了三项之后搞不好 还是出过破败 他不可能出肉的 那中路的话 我们家也没有肉 布隆的话 下路他确实是出肉 但是呢 我们家下路这局的战况不好 他没有拿到优势 他也肉不到哪去 实际上呢 出肉就只能说是放在我的肩上 那我这的话等待一下机会 这波的话 直接EQ 没有EQ到 不过没有关系 对方抢了散线 等之后一个大招困住 然后再一个平砍 完成击杀 这人头本来并且要拿呀 但是他们我们家对手 一直半会没打死啊 我着急 直接是拿到一个人头 那么至现在的话 总体来说 节奏还可以吧 就是我这边的话 资源拿的比较多 那我现在的话 必须要出一些肉了 如果说全都输出的话 会比较麻烦啊 上去之后 如果说不一个打死个 两三个的话 就很容易输的 开这波 上路的话 就是在压线 让武器先控 武器的话 闪现控的 好了控制到 然后武器还要打 那好吧 他这边的话是 执意要杀人啊 那我这的话 如果说选择后撤 那我家武器就白死了 对不对 所以我必须要替我兄弟 完成这个遗愿呢 明显就打出恨来了 必须要杀了一个死的人 那我一定要满足他 对不对 本来我这么一想杀了 我的EQ已经空了 但是我们家的武器 直接闪现意义能晕上了 晕上之后不要紧 他还追着要打 宁可自己死也要杀他 我被他给感动了 所以说帮他杀一下 那只要把他上路的兵线 给他推一下 他也给他拆掉 这波兵线推完之后呢 你看到对方死的人 还没有选择 还没有复活 那么这波兵线推过去之后呢 会有人去收这波兵线的 然后顺便到他们家野区 来看一下 排一下视野 看到沙皇 沙皇的话 刚才是在总弩 那么他消失了之后 他能来哪呢 对了 没错 他会来蓝buff 一kill 平坎 加大招 直接秒掉 然后继续选择清蓝buff 这个时候就算打野来了 他也是1v1啊 我现在的发育 是绝对不怕那个螳螂的 即便甚至是螳螂 我一kill平坎 你也差不多了 我装备发育的特别特别好 那么拿到这个蓝buff之后 再选择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 如果说想要去杀这个死的人 的话影响多了 这能很硬啊 而且那他减攻速 你知道吧 杀他是很难的 但是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野区的资源拿掉 没有选择来上路 然后把上路的兵线 再给他推一下 推掉之后的话 就是强迫对方呢 去防守一下上路 之后下一个装备 出什么的话 可以出的血手 血手不出啊 出这个巨型九龙蛇也行 不过巨型九龙蛇的话 主要是偏输出啊 他不够肉 还是出的一个血手比较好 血手加上黑蝎的话 我的血量已经是 可以成长到一个 比较高的一个程度啊 这么野区资源啊 继续惩戒一下 看一下对方的这么一个动向啊 看一下对方 会不会选择过来 下面是有一个螳螂 螳螂是选择去收兵线 那我这种话蹲他一下 通过地图啊 就发起一个路单 这种话发泄了螳螂 我这种话是直接 一个预判的EQ 平砍 再平砍一个大刀 OK完成击杀 这边CD掐的是 特别特别准啊 我技能刚恢复啊 直接是一套技能 把它给收掉 特别是一个大刀 看这边 这种话赶快地支援一下 这个沙皇 沙皇杀不掉 那我回头来反手控一下 这个死者人 OK直接完成击杀 两拨观察是 直接抓到他们家两个 一个是中单 一个是打野 中单想要打掉 蓝霸虎被给我杀掉 打野呢 想要去野区去 打点野怪 也是被给我杀掉 那这两拨的话 是特别特别致命的 我们家武器的话 在卖萌啊 就直接 直接被干死了 这沙皇的话 戳人可能真的是 有点不太 不太讲道理啊 你这 自己捉死也没有办法的 这里的话这个红buff 帮我们家的这么一个ADC 来打一下 之后 转到回家啊 补充装备 剩下前线的很多啊 我这边也得犹豫啊 到底是出的军型九州蛇呢 还是出出这个血手呢 想来想去的话 还是出的军型九州蛇吧 要不然的话有点脆 然后限定装备出什么的话 也是在想啊 想来想去的话 觉得限定装备出一个本甲 或者说出一个蓝盾会比较好 我的输出现在啊 看起来已经是差不多了 缺前排 武器大师的话 正常发现到后期就会很猛 武器的英雄呢 后期简直就是不讲理了 这是疯狗 野驴一样 就跟那个狂奔的哈尔西一样 不讲理了 见谁要谁 见谁打黑 但是我要说一下 这个哈尔西其实不怎么咬人啊 这个哈尔西这个 金毛和拉布拉多 其实这三个狗是那个 没有攻击性啊 我刚才纯是扯淡啊 瞎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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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瞎的例子啊 这要看一下这波 一个大招 OK 他不是用散线躲了 这边的话是直接被我框到了 有伤害 然后一个EQ啊 完成击杀 这的话继续选择来抓一下 这个机器人啊 这边的话 我们家队友有点太年轻啊 这肯定是可以抓的 一个EQOK 没有戳起来 没关系 要再一个平坦来散线 好了 再一个Q再戳回我的这么一个EQ上面啊 再戳回我的旗上面 完成击杀 还有一个撒谎 EQ散线 EQ散就是这么去用的 出其不易啊 对方根本就 啊 这也能控到我吗 他那个 他内心深处的活动应该是啊 这个皇子的EQ撒逼啊 没有没有控到我 他这个距离肯定是控不到了 因为说旗子我都没有插到他嘴里啊 或者插到他前面 我只是插到他的后面 对插到了后面 之后啊 他就会觉得这个 这个皇子控不到我 但是结果啪刹一个散线啊 直接把他给按到底下 一顿 就完成了击杀 真的 正好我们家是四个人直接推下 要是说对方的人呢 在下路一直没有出现啊 可以直接把他们家下路给拆掉 呃 选择回家 其实我再蹲一会儿 应该能蹲起一个螳螂了 选择回家 普通一下装备 出了一个蓝盾 鞋子呢 我是选择出了这么一个五级鞋啊 也就是这个五级鞋 对于那个打野来说 这个带节奏是很不错的 大家看比赛呢 肯定是没有错的 但是比赛中呢 有些东西不是我们路人局适合用的 比赛中他们都是什么选手啊 都是国服顶尖选手 世界顶尖选手 他们的配合啊 他们对游戏的理解 包括他们的队友都是不一样的 对吧 这里的话 这看地图啊 赶快的资源 EQ直接大刀 框住两个 杀黄 逼出大刀 这里的话 帮助我们家ADC 先把这十人给杀掉 杀掉十人之后 就考虑杀其他的 这样的话一个EQ OK 再次 好吧 我是拿了这三个助攻 三杀 我以为能拿到人头呢 这的话一个EQE QE二连 平卡 然后拿了一个人头 和蜜 Ace 拿下这个龙吧 这龙的话可以拿一下 然后至于下阵章面出什么 就根据情况而定啊 可以选择出幽梦啊 可以选择出这个 眼魔刀 不过眼魔刀作用不是很大 因为这局对面的话 AB伤害不是很高 可以选择出这个 巨选九龙蛇啊 或者说出这个军团 这类的都可以 我现在伤害确实够用啊 有没有发现 我现在伤害还是挺高的 所以我还是找到一个机会 是直接拿下这个大龙 哎好样的都走了 我差点给我干死 这大龙 我跟他搜了 我根本搜了不过这大龙啊 伙伴 别闹啊 别闹 再来拿下这边的野局资源啊 该出手就出手啊 该拿咱就拿 回家 剩下钱是比较尴尬啊 我就赶紧把这针眼把它插出去啊 要不回家就得卖掉了 现在没有空格 好了回家 回家特别快啊 四秒钟 呃 现在那么出什么的话 看一下 1100块钱 1100块钱能出的东西 就这么两样啊 嗯 出个穿透吧 可以 其实可以出个木刃呢 加伤害 但是出木刃的话 就太浪费了啊 还不如说出个什么 幽梦什么的 对吧 这么中的冰线清理一下 停砍 再砍 继续砍 我接着卡 好的 一个边都没有漏 特别特别溜 哈哈哈哈 啥意思呢 就是啊 机器人 这什么鬼啊 就是表示友好吗 好像是代表着 大哥别杀我的意思 这边用一个大草苗啊 各种地方去排一下 发起点眼睛啊 把野区视野给他排一排 嗯 又杀了一个 不要慌啊 我这边的话需要等待机会去开团 我们家的话 整体来说已经是 已经是优势了 所以这边的话 等待一下机会 不要着急 走位啊 要躲掉一下沙皇这么一个 好多沙兵啊 准备他还建了一个塔 这是纯粹伪剑的 这是 看一下上路 这边的话 要帮一下上路啊 对方的话 人也消失了 应该也是来抓上路来的 过来做一下威慑吧 虽然说没帮着忙 但是做一下威慑还是可以的 感觉对方还是要来啊 对方人又消失了好几个啊 好了 反省螳螂 这里的话 帮他一下 觉得我的意思是后撤宝贝 我不是要打的意思啊 这边的话来来来 来 上我上我上我 上我快 哎呦 他这边要上我就可以跑了 这边我还被拉过来 那我这边的话 直接EQ过墙 选择跑路 还好没有人闪现跟过来 有人闪现跟过来 比较麻烦的 这边的话 好 再一个EQ 好 继续选择跑路 这武器挺坑的 实话 这武器挺坑的 这边翻译一个 螳螂卷的回家呢 我这边的话 直接过来一波抓EQ 平坑加这个蓝盾啊 我把蓝盾当成那个九头蛇了 其实没有必要蓝盾呢 然后直接一个大刀 完成击杀 再看一下这波 这波又打起来了 又打起来了 通过看地图 我跟你讲 看地图没毛病 EQ过去一个平坑 虽然说没EQ到 但这平坑 砍到了 这气势打出来了 这个沙皇 死的人 两个人戳我 这的话再一个EQ过去 过去之后 发现这个沙边 沙边撤了过来 如果说不来沙 沙边的话 他自己A我了 肯定是打不过我的 但是过来两个沙边的话 戳我一次 大家有点受不了 这身上的钱比较尴尬 什么也出不了 但是鞋可以考虑换一下 这个五级鞋的后期 已经是没什么了用了 除了像猴子那种 特别依赖遗速的英雄 不然的话 而且是需要遗速 只打一波的那种英雄 如果说你需要遗速 去打持续伤害的话 还是不如输这个三级鞋 这集的话 整体节奏的 就是我一个人 差不多是我一个人在玩 我们家杀了31个人 19个人头是我的 还有7个助攻 26个 只有5个人 是他们单独消灭的 可想而知 我自己的皇子 究竟有多么的霸道 多么的变态 看了这期视频 希望大家能够对EMP 有一个全新的认识 知道EMP不只是个老屁 而且还是一个 特别牛逼的老屁 没办法 就是比较强 比较狠 幽州最近呢 补的比较狠 所以说呢 方黄慢慢都比较厉害 这里的话 这个小龙刷新之后 我们来一起团一本小龙 其实我们家现在 这破切的想打团 你们只要过来打团 肯定打不过的 这武器大师啊 他就补兵才都发育起来了 我们家现在这个整体阵容 现在就是一个无敌的一个状态 维克托啊 等等等等的 我们家ADC就是一个团成型的ADC 他只需要放个大就行了 这的话再来蹲一下下落 这边是根据这个兵线 去蹲的下落 就是说这边兵线的话 是比较 呃 但是我又看了一眼 我发现我们家的兵不够多 如果说呢 这边兵是在我刚才的位置 去出来的话 就比较好了 就比较好抓 这的话中龙又打了起来 武器是直接EV2啊 这武器的话开始膨胀了 那这的话找一下机会 这的话是直接EQ上来 但是他改变了位置 直接闪现啊 强行撞到脸上 完成击杀 一个特别牛逼的EQ傻 那么这的话还有一个死的人 我这的话不要着急放弃呢 没有必要啊 这的话是直接闪现了 好了 EQ过几个大招 直接把它扣在里面 挥到碗里来 完成一波DoubleQ双杀 那本期视频呢 到底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哎 好的 这个机器人这边这个Q呢 放了两次了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可能说是过年好的意思啊 大哥大手过年好 好了 那这这这差不多了啊 呃 不投降也差不多是一波了啊 那么本期呢 这个德马夏皇子呢 主要是一个思路的讲解啊 反 反蹲啊 呃 一些先手啊等等等等的 一些比较详细的讲解啊 感觉 寡人这支视频做的还是蛮不错的啊 这支视频主要是素材也屌 对吧 那么喜欢呢 记得多多加评论啊 多多加关注啊 多多评论 那么也是感谢大家 一直以来支持 喜欢炎皮透使打野系的视频 我就给大家多做一些 拜拜了您呐 拜拜